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湾区游轮派对是什么样子的 今天是朋友的生日 租了一条船邀请了好友来参加他的生日派对 被邀请的好友都在当天测了新冠检测 确认大家都是阴性才来的 天气风和日丽 下午5点大家准时来到奥克兰的登船点 准备登船 两边停的都是各种船 有富豪的私人游艇 估计也有出海钓鱼或者潜水的船 好友租的是能装下80人的双层船 船长在二楼开船 大家在一楼吃喝玩乐 第一层配有一个小酒吧 大家可以在这里点酒 船上的食物可以在租船的时候预定 也可以提前买好带上船 船正式开启之后 可以在船舱内欣赏落日美景 或者可以到船外拍拍美照 因为开船的原因外面的风格外的大 头发吹到龙飞凤舞的 还好我当天戴了我的帽子神器 结果就上演了一出帽子抢夺大战 之后我们又抓到一只野生寿星大人 也加入了我们的合影大系列 最后趁着落日前 抓着小闺蜜来一张游轮亲密照 船外喝完西北风后 赶紧加入了大家的食物抢夺大战 船的行程路线是在奥克兰和三番市中间的内湖环绕几圈 因为有些小伙伴晕船很严重 船长很慎解人意的同意中途在三番市的岸边停下 帮晕船的朋友们先行下船 接着我们又开始继续欣赏落日美景 整个行程大概三小时 正好由天亮到落日再到天黑 桥上的灯已经亮起 欣赏一下夜间的旧金山 最后的最后到了唱生日歌的时间 为我们今晚的两位兽星送上生日的祝福 朋友的船是在Campus Rose Charters上面订的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他的官网上咨询 好了那我们这一期邮轮派对就到这里了 感兴趣的朋友记得点订阅和收藏哦 下一期见拜拜